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到的是Nova星 和Nova一星从这里出发 大家好 欢迎来到Nova7号电台 我是今天的主播盐阳千禧 很高兴能以这种方式和大家见面 今天Nova7号电台的主题是 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手机的一些使用痛点 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两则Nova星人的留言 第一位Nova星人写的是 现在的手机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沉 非常容易手抖 自拍就变成了座机画质 这位真的很难搞 这位朋友的留言大家应该也很有共鸣 其实刚才何总的讲解中也已经给出了答案 Nova7 Pro的手感更加的鲜薄轻盈 前置也搭载了人眼追焦功能 相信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拍照体验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位Nova星人的留言 最近都没有看到非常心动的手机 悄悄期待一下 Nova这次会出个神仙颜色吗 谢谢这位Nova星人的留言 Nova7系列今年一共推出五种颜色 其中Nova7号色非常的梦幻 非常纯净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谢谢 谢谢易烊千禧 十月未见 我们没想到千禧有了很多新的尝试 每一次我们的发布会 都会给Nova星人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今天我们现场的Nova星人 是以虚拟的现象来到这里很可爱 所以千禧 请你和我们现场还有屏幕前 正在观赏这一次Nova发布会的Nova星人们 来打个招呼吧 千禧 Hello 大家好 我是易烊千禧 特别欢迎千禧有这样的方式加入我们 我们都知道在2020年因为特殊的原因 大家在家里的时间都比较的长 我想问问千禧 我相信2020年你也有一段很长的在家里宅旧的时间 您有没有解锁什么新的功能呢 千禧 我就是在家里学会了做饭 做菜 学了很多 我想问问您解锁了什么新的技能呢 我跟你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多一个身份是父亲 所以我解锁了最大的 对我来讲自我提高最多的 就是可以学会了如何带我的孩子上网课做作业 比平时累太多了 我的妈呀 那段时间我们也经常自拍记录下 我们上网课的共同的体验过程 但是这个据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自拍的时候 他不知道要配上什么样的文案 我们千禧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发自拍了 是不是也因为同样没有文案的关系呢 所以今天咱们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 请工作人员送到千禧的身边 这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年轻人喜爱的自拍文案首帐集 咱们先请千禧先翻阅一下 里面有一个说 我的刘海有他自己的路要走 这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刘海 还有一个是 一条四月想不出来的文案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通用 四月五月六月七月都可以 还有一个是 以下内容仅为NOVA行人可见 这条是NOVA行人专属的自拍文案 这三个比较好玩 谢谢千禧 你看你随手已经找到了自己都很感兴趣的 那既然这样 反正呢 自拍文案也有了 那要不你就从刚刚您说的这三句里边挑一句 匹配上这个文字来一张自拍吧 怎么样千禧 好 那我就挑 我的刘海有他自己的路要走 好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嘞 我相信这一刻 很多正在看我们这样发布会的朋友 已经在尖叫了 我也成功的算是 帮NOVA行人催到了一张自拍啊 我们说自拍的文案 当然是一门大学问 相信NOVA行人呢 也都非常期待千禧能够继续的亲身实践 带我们好好来学习 刚才这一本已经送给他的 自拍文案的首帐机啊 千禧你说对吧 我也好奇 如果是相同的自拍文案 大家都会配什么样的自拍 嗯 他已经做出一个示范了 千禧有一张 我的刘海有我自己的路要走 如果是你该怎么拍呢 我们来期待一下 NOVA行人 因为我们的NOVA7 Pro 前置人眼追焦 会有如何惊喜的自拍 千禧曾经说过 2019年 对易阳千禧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很多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 2020年也已经有了好的消息 在这里我们要发布会上 恭喜千禧就是 刚刚获得了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 最佳新演员的双提名 祝贺易阳千禧 祝贺你 谢谢 被提名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了 千禧的演技一直在不断地进步 也在不断地打磨 这我相信大家都有共识 那接下来呢 我想邀请千禧来一场关于演技的考验 请注意哦 这个演技的考验说的是眼睛的眼 正好我们NOVA7 Pro的前置人眼追焦 能够很好地捕捉眼部细节 千禧怎么样 要不要挑战一下 好 要挑战一下 好 这是给NOVA先生的福利 我们来测一下 千禧眼神的快速反应能力 非常简单 我来给出几个规定词 请千禧对着我们NOVA7 Pro的自拍镜头 通过眼神来表达情绪 看看NOVA7 Pro的前置人眼追焦功能 会记录下千禧如何的眼神 准备好了 我们要开始了千禧好吗 好 先来个简单点的 好开心啊 好 留下了这张照片 我相信这是很多千禧的粉丝 乐意看到的 接下来难度大一点的 请注意啊 它是需要理解的千禧 这个题目叫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好 这是一种奇怪的 其实就有点比较像惊讶啊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嗯 接下来这个 突然凶狠 我瞎了炸眼睛 哈哈哈 来突然凶狠 好的 嗯 刚才还真的挺凶的 千禧你平时会 突然发脾气这样的经验有吗 有时候会有 我们家猫非常的闹腾 然后经常会抓坏很多东西 啊 明白 从而你生气的时候 对 OK 好 接下来 是大家不太愿意看到的 但是却很迷人的一种样子 叫伤心的眼神 嗯 伤心的眼神 低垂落幕啊 这是用表演诠释的内心很棒 不得不说千禧的目光 确实是非常的灵动啊 演绎了你在 焦点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再次掌声 来 谢谢易阳千禧 谢谢 所以 屏幕前的各位 你们也看到了 是不是跟我一样 现在都非常希望能够拥有千禧 刚刚使用的这台Nova手机 去记录眼睛里的故事 接下来是我们的保留环节了 千禧 你知道 每次发布会呢 千禧都会用Nova在现场 和我们所有的Nova新人们一起来合影 今年有一点遗憾 因为今年的我们的千禧和大家 没能一起出现在我们的现场 但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用前后双路 跟大家一起同屏流年 确实啊 这是一个很机智的办法 前后双路跨空间云同框 这次是真的特别体验的 珍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也希望千禧的带动之下 大家可以用Nova7系列的各种功能 去挖掘生活更多的美好 与世界同屏 来现场的Nova新人们 让我们跟家一起欢呼鼓掌 完成这一次特殊的合影 也再次感谢我们Nova7号电台的主播 易烊千禧 感谢华晓老师 感谢现场 大家希望让他们喜欢Nova7系列 各位Nova新人 我们下次再见 华为Nova7系列5G 先保美学前后双曲设计 一触清晰 前置追焦双摄 动静随你 自在焦点 五十倍前望式变焦 有远即近 乐趣从生 华为Nova7系列 你在焦点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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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